听到小小小小 记者会首先以热身运动 带出秋天来到部落登高践行的活力 包括南投市长宋怀林 以及议员全文才都共襄盛举 而记者会中的传统技艺表演 更是撼动人心 那也就是我们在10月10号跟11号 分别在我们地利国小 地利双龙部落来办理 一个走音祭的活动 也就是剑走跟音乐跟祭祀的活动 那我们会在10月10号 在地利国小办理 全乡性的一个民俗文化的活动 那内容有包含我们的杜蒙拿怒 也就是射箭跟抓猪 跟背负竞赛 跟一个传统祭祀的活动 新乡的走音祭 宣告将于双十连假来登场 两天一夜的精彩活动 除了免费参加登高践行 还有机会抢三万奖金 这部落的深度旅游 让当地民众是相当肯定 新乡公所的用心 活动开跑 在我们新乡这里走一走 就是要发现我们布农组的一些因素 就是严肃 因为我们这条线的比较原始一点 所以我们在地的文化保持的比较好 那在这里如果说对我们布农组文化 尤其是布农组的发言地 新乡想要了解的 那我想要疫情我们的新乡观众能够有空 多到我们部落来走一走 带动我们地方的这个观光跟产业的部分 而且也会表现出我们地方的文化 所以非常谢谢我们的乡长那么用心 因为走水系这一线本来就活动很少 结合了部落灯高健走 圆明峰音乐饗宴 以及传统技艺活动的信乡走音记 内容是丰富精彩 能够运动更能深入体验布农族文化 与部落风情 欢迎乡亲踊跃来参加 记者军船线采访不到